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里面会来跟大家讲 其实台北股市你应该知道 不管是你现在是看多的 或是你现在是看多空的 它基本上在技术面而言 它共同存在的一个条件 就是回补缺口 在技术面而言都会有个拉回 所以今天的拉回本来就是正常 就像美国股市的NASDA 跟费办的一个指数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接近季限 靠近季限 因为季限是扣低的 不管季限破与不破 你不可以杀低 但是随着NASDA跟费办的指数 一路的过关涨降 冲过了月线所在的位置 那你要去接受它 月线扣的位置 以NASDA跟费办 它是扣高的 所以它冲过了一个月线 它会有个向下的牵扯力 所以我说过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在于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补缺口的拉回 或是NASDA跟费办 它的一个冲到月线之上 月线还在扣高 它需要时间再去做一些的拉回 重点是它的拉回 这一次是怎么的拉回 这一次的震荡 它是怎么的震荡 那假设台北股市在这一次 我们说不管你是看多还是看空 大概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所谓的M头 或是头肩顶 它的一个条件上面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跌破颈线的位置 颈线的位置 那以集中市场上面而言的颈线 不是15636 这个15636它不是颈线 它的颈线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 它会跌破了15089 那就是一个M头 否则它都不叫M头 技术面它没有办法是是而非 它就是如此 那这一次的修正 台北股市会比美国股市更强 因为台北股市有很多可用之兵 那这一次的拉回就来看 基本上它如果拉回的一个角度 比15636这个低点来得更高 那请问它就是低点越电越高 再打出一个W底型 那整个之前的前高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一定不会过 那假设前高会过 那怎么叫做M头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来到了整个一个美国的股市 我刚刚已经把美国股市 在之前跟大家讲 你攻过了月均线 月均线下扣的位置 是比现在来得更高 所以它震荡的一个压回 是很正常 那问题是你的一个拉回 假设你的深度没有很深 还是比这一只脚来得更高 那你的月线扣的位置 将来里面来讲的话 譬如说三月下旬 或是到四月 它是不是就扣低了 那这个时间点的美国 不管NASDA跟肺半 它就不存在技术面的压力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了解到几件事情 台北股市我们说过 在今天它就是台子旗的一个结算 不然你认为外资是吃素的吗 它是指扎的吗 它空单这么的多 它不拼了命 把你的台湾50的成分个股 砰一声给你杀下去 不然它要干嘛 它要赔钱 它的胳背这么的粗 它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把所有台湾50的成分个股 能够拿出来用的 都拿出来用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的跌 或是台积电的利多 或是利空 根本就一点都不重要 它就是资金行情的结束 资金的行情的一个结束里面 来讲话 它有时候会不利于 台湾50的成分个股 因为被动基金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 因为它是城市交易的 它要卖多少台积电 要卖多少的一些成分个股 指数要压到哪里 它不会亏 它甚至可以赚钱 那它就是用城市试算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说如果你要去买 台湾50的成分个股 像台积电 你用5年的计划 600块钱以下 每5%到10%买一点 我是不反对 可是你要去接受它 接受在这种过程 我在之前已经分析 给大家听过 我说台北股市 蜀方绝对不是一个 使多头跟使空头 就跟他讲 出生段 主生段 已经结束了 出生段跟主生段已经结束 就过往里面 或是在技术面上面而言 它后面再走的这一波 第一个 它的幅度不会大于这两波 它会比较小 指数上面的幅度 它会比较小 那再过来 中小型的个股 它的表现 会优于大型的龙头型的 全资个股 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就像在之前台北股市在涨 那大家都说拉机盘 拉台积电的盘 很多中小型的个股不会动 它只是反过来而已 那在这种过程 为什么说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你来看这是台北股市集中市场上面 这是OTC市场 OTC创新高 虽然鼠方并不是一个带齐货的老师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在技术面而言 有些是不能够变的 它也不能够四思而非的一个答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OTC有没有创新高 OTC不是说集中市场 它没有中小型的个股 但是OTC基本上就是中小型的个股 它是创新高的 那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假设投资朋友不懂鼠方讲的扣底 跟所谓的技术面的一些的问题 在这里我教你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方式来判断 整个前高会不会过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这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利用你一个KD指标 这个在电脑上面任何的电脑都有 这一次的台北股市 它是从低档 低档反弹向上 我说低档反弹向上 你要V转很困难 它会有一次的压回 如果这一次的压回 它压回对不对 它又在指标50附近 或是指标50之上之下都没有关系 就是在指标50附近 它不是到低档的超卖区 那就告诉你前高 在之前的高点16579 它会过了 它就会过 这个时间点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我说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在今天里面 你看到了OTC是创新高的 集中市场上面是拉回的 代表什么 代表不管你集中市场 不管你是OTC市场上面 中小型的个股 它是比较强 那第二个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台北股市呢 如预期之中的 技术面的一个拉回 但是我个人来看这个盘 还不到群魔乱舞的时候 我个人来看台北股市 在盘中的结构上面 假设台北股市都涨低价个股 它都涨低价个股 那投机气氛很浓 就如同我在之前讲 台北股市真正最大的问题 就是融资打死不退 融资打死不退 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它一定会造成个股 或是大盘上面的洗盘 它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市场上面就要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 被教育在台北股市 要做理财 可是除了理财 这个区块之中 还有很多人 是很投机的心态 所以都使用在融资操作 在台北股市 但是你要知道 融资的一个操作 并不是只有一般投资朋友 它有业内跟主力 但是你从个股上面的走法 就看得出来了 看得出来 有散户的融资在这里面 也有业内跟主力的融资 但是这些业内跟主力的融资 基本上而言 它是快打旋风 它往往 当天给你拉上涨停板 隔一天看能不能攻 不能攻的话 它就出掉 所以有些的强势个股 它只能够续航1.5场 什么叫1.5场 就是昨天跟今天的上半场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我刚才讲 第一个筹码 它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大家都做得很短 对未来 因为多空的看法是很分歧的 我个人认为 我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 我没有那么的悲观 因为台北股市到这个时间点 我说今年世纪之中 第一季不是今年最强的一季 有可能会出现在第三季 景气对策讯号灯里面来讲 现在还不到红灯 股市的高点 景气对策讯号灯是红灯 在最好的时候 它会见到高点 就像我们说 疫情降温的概念各股 对不对 疫情降温的概念各股 大家说你观光旅游 你飞机还没飞出去 你旅行团还不认出国 那到底在涨什么 很简单 股市上面来讲的话 有时候有梦最美 有题材的时候就可以 等到你真的能够出去观光了 你真的整个飞机飞出去了 你那些个股还不一定会涨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像你疫情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为什么升级个股跌翻掉 就是预计整个疫情会降温 股市永远领先反应的部分 它就是如此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就是中小型的个股 它是很强 所以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过 这一次很多的一些台北股市 欠台湾投资朋友里面一波 它并不是来自于主攻的龙头型全资个股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也会动 但它不会像出身段跟主身段 是引领大盘主攻的部队 也能够战胜大盘 它不会 它顶多就是符合大盘 这是投资朋友 你要去买台湾50成分个股 你要去存股 你要去接受的 它并不会大涨 那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我也跟大家讲 在之前大家电子个股资金比重 占80%的时候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叫你买二线硕化 叫你买一些访签 疫情降温的概念个股 叫你买航空个股 叫你买自行车概念个股 没人要买 等到上个礼拜 所有人都去买传产个股 我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 你肉不多 意思是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就现在这两天 电子个股的资金比重 又重回到7成 你说如果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高价个股不敢动 都是涨低价个股 我觉得它有问题 但是到今天为止 高价个股很敢动 高价个股就算你要融资买 你用融资买也要很多钱 那你认为这些人 他在做什么 他是笨蛋 你最聪明 不可能 就像我说今天台北股市 怎么会认为今天会拉得上去 从技术面回补缺口也要拉回 从台子期也知道 外资在现在就是做空的 美国股市里面来讲 在今天里面过月线之上 所有均线之上也要震荡 它是很正常 而且台北股市今天的震荡 我说过 业内跟主力里面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把台北股市 用成一个反市场 美国股市涨你就想追 美国股市跌你就想砍 我告诉你刚好都会错 他慢慢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脱离美国股市的纠缠 这是投资朋友自己留意的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今天大涨的一些个股 不都是低价个股 有些是有钱人 在索码的一些的概念个股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更认为投资朋友 你对于今天的拉回 你要平常心 就像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来讲话 你在面对今天驱动爱心的一个大跌 什么天狱 敦泰 细创的一个拉回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叫你买 你都不买 等到连主持人都在问的时候 你要小心 第二件事情就是按照技术面 一定有一定的循环 这个循环就是当你的个股 你的五日均线 2到4个percent以上的正乖离 就跟你2到4个percent以上的负乖离 你急转线是不可以追高或是杀低的 那在昨天委验证给你看过 说像4961的天狱 有没有正乖离2到4个percent 8016的细创 有没有正乖离2到4个percent 那3545的敦泰 有没有正乖离2到4个percent 那杀下来是很正常 那这个过程之中 在这里面这几档个股出量的 在我看出量的只有3545的敦泰 跟其他的有没有出量 都没有 8016的细创也没有出量 那很简单 你就是以大量区间 来主要的一个参考的对象 修正五日均线的正乖离 它是很正常的 而且很多的个股 不就是大家都追进去 我说有时候人多大家挤破了 人踩人也会踩死人 原因就是如此 你看3545的敦泰就是这样子 昨天还有很多IC设计个股很强 今天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本来就是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自己的一定的规划 在这种过程中 本来就在等待底部的第二只脚 那你在选择的过程之中 就是拉回台北股市 我们说你要有反市场的心态 就像我们在当时买驱动IC的时候 也不是台北股市大涨的时候 在指数拉回的时候 你再看哪些的个股 它未来有机会 它不管是三月份的营收好 第一季的财报好 今年的展望很乐观 那就是你应该去留意的一些个股 那我们今段广告之中 再从个股上面 来跟大家去做一些的介绍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在这里先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里面的操作 它分成两种方式 一个你认为整个这个时间点 还不是股市的最高峰 还有一波的一个格局 那你应该是趁着拉回 譬如说今天指数曾经大跌100多点 这一波的拉回之中 你逢低去做布局 那如果你是资金比较少 或是你是比较保守的投资朋友 你要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不见兔子 不杀鹰 也就是说 你就是要看到那个现象是多头 你才要买的话 你就只有两种一个选择 一个它的拉回再往上扭角 扭角是在15636之上 就是前波的低点之上 那不然的话 你就是等到KD指标里面来讲 它压回的话 重新交叉向上 那这种是两种方式 就是给资金不同的投资朋友里面 你去做选择 或是你在这里你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你常常 一下看这个人讲多 一下看那个人讲空 看这个人讲空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空 看那个人讲多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多 那你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那你就干脆等到 第二只脚的扭转 花多一点钱再去做买进 你可能会比较安全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的方式 那在目前 我说现在已经是在三月中旬 然后马上就要三月的下旬 那你可能就要慢慢的去布局 低季淡季不淡的 或是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三月份营收很好的 那现在里面来讲话 其实有很多的公司 它如果在趋势的选择上面是对的 就如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过 美龄的科技论坛 它是一个主动式的外资基金里面来讲 它举办的 它大概举办的部分 它就分成半导体的供应链 你到底有没有overbooking 在之前大家说供不应求 现在跌下来台基金不会涨 就告诉你 你overbooking 这就是市场 这很正常 那讲半导体的供应链 EUV的一个部分 再过来就是讲5G的部分 那今天是伍德 我在之前就跟他讲 你注意一下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一下子电动车的概念个股里面 伍德它最有名的就是电动车 再过来就是比特币 另外一部分来讲 又有鸿海3月25号 要NIH的一个什么大车队联盟 再过来又有所谓的月顶 鸿海也要做法说会 它都会用 但是在今天里面 我稍微听了一下 每一个人在NIH里面来讲 都去买乙胜广雨 那你就看他今天的一个融资 会不会爆 如果爆的话 你明天利多千万不要去追 你要宁愿等他稍微洗盘 你再去做进场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当时我就讲说 2481的一个强貌 他不强 我讲的时候他是在低档 我说我也不大喜欢去做追高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并购了返奖20% 他是用105块他去并购的 那返奖他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是不是有现金股息 跟所谓的资本公积 配出来就配了9块多 那另外还要再减资25% 那这个部分的钱会跑到哪里 他跑到强貌去 再加上强貌 他本来来讲话 就是NIH的一个联盟 那不管是林德 大陆的一个林德时代 跟电池有关系的 或是我们说 在现在的一个整流二极体 在车子上面来讲话 你要导电 你要通电 比较顺畅 那个就是利用MOSFET 或是整流二极体 或是未来的IGBT 他都有做 那也就是说 从一个缺货跟涨价 效应个股里面 现在的确是涨到了MOSFET 跟整流二极体 它是一个事实 可是问题是 台湾的整流二极体 跟MOSFET 有些会比较用在 NV比较占比比较多 比辑型电脑 但是比辑型电脑里面 在今年的下半年 基本上鼠方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得很实话 因为有些远端视讯的会下来 但是现在供不应求之下 它的上半年的营收都还不错 所以再去做观察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今天强貌算走得还稳 它也是NIH的一个联盟 今年的第一季 营收会比去年的第四季 衰退大约5%以内 但是获利因为涨价 再加上跟大家讲的这个部分 光是返甲 就会贡献它一亿的现金 都会贡献一亿的现金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其实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还是很多 不是只有强貌 什么台办 什么强貌 还有很多 大概都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会锁定 三月份营收将创历史新高的个股 都是趁今天拉回的时候买 三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而且第一季 季增15% 年增5成 在四月份 它的产品的涨价是三成到四成 在台湾它属于广占四的 那营收会逐渐的走高 应该会走高到第三季 这是观众朋友 可以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们说过 在这个时间点 一般投资朋友会锁定 叫低本益比 我说低本益比很好 高值率率也很好 可是如果它今年没有成长性 你能买吗 你不能买 但是这些的大户的一个资金 我们说有时候这个有钱人的 一个想法上面 它就不一样 它喜欢去选长成长型的公司 就像天狱在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之前 一路的锁定 它这样狂飙 大家知道它飙多少吗 从我跟它讲120几 130几 140几 不要飙 这边再飙 在这边里面 我就跟它讲很坦白 我说我的会员有的人买到了 有的人没有买到 那嘎空之前 我说留点给别人去赚 我就卖掉了 对不对 它这个本益比上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它可以涨这么多 就是来自于它的成长性 跟驱动IC的涨价 后来我就转战到整个一个细创 细创我是140几 150几 160几买 然后在这一次180几 190几告诉大家的机会 到今天为止已经涨到235 我昨天也事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涨很多 你要卖一半 我也是不反对 但是在操作上面 一定一定要记住 要有纪律 5日均线正乖离2到4%以上 不要追高 你宁愿等它拉回 接近5日均线 你再去做买进 它是会比较好的方式 尤其是在强恒强模式的一些个股上面 你更要用这种的方式上面 它才是最好 所以不管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电子个股还是在半导体 缺货跟涨价效应的个股 整个非电子族群 你就集中在疫情降温的个股 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是放眼2021年的获利了 在这个过程中 在拉回的时候 就如同我们当时候在看驱动IC 你这个股价 面临到现在的一个所谓的EPS 它值不值得你买 如果值得的话 拉回你都应该是找买点的 放眼2021年 股价符合你播种耕耘的机会 你就播种 等到股价上去的时候 你的财富已经靠自己赚 这要跟上 蜀方全新投资组合的观众朋友 我们已经锁定3月份的营收 跟第一季的季报 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